先要有權利人的事隔 後來再探討權利的事隔 我們權利事隔其實已經剛剛講了 要先有發明的定義 所以我們剛剛先搭配專利三星跟書名字的要件 在前面還有兩個 第一個發明的定義 它有沒有利用自然技術的思想 這個我們之後不會讓它比較簡單 比如說我在使用一個發明的時候的一個方式 到底有沒有使用技術的思想 像我曾經看過的一個案子 比如說一種被音標的方法 一種被注音符號的辦法 或是一種漢字書寫這個挑選字的工具 那基本上這種東西就不會被認為是一種自然法則的應用 因為它基本上所應用的是個人的知識 個人的心智的排列 它沒有什麼特別自然的法則 所以類似像什麼 最常講說王建民的生卡球 或是一種控制 你抽煙的時候利用吐出來的煙霧 在空氣中化東西的方式 那基本上都會被認為說 這不是利用自然法則 這種專利基本上就不用來申請 一定不會過 最常見還有什麼永動機 對 丟進去之後東西就一直會再賺 最近能源類的產品 因為有時候就會在綠能的情況之下 就有時候會出現什麼節能審碳 但是一節能你發現算一下 這可能違反能量守衡的原則的時候 那大概就類似會出現這種情況 它根本就不合於科學法則 也不是利用自然法則 是用人的心智活動 這兩種情況是不能準的 然後呢 不予發明的標的在專利法24條 我們現在在檢討的就是一個發明事格的順序 一個心形跟設計 心形也是類似 那設計其實還有特別的情況 但設計其實太會考了 所以我們在檢討權力的發生 先從權力的事格 權力人的事格到權力的事格 然後第三、四、五這邊下來的時候 就會談到這個產業利用性 它有沒有使用 這個工業上面大量複製的方法 可不可能這樣做到 還有有沒有再線性 這個什麼叫再線性呢 也就是說我如果做100個東西的時候 它大致上的誤差是可容許的 就是我如果做100支 比如說大家拿出你的手機的時候 手機假設是同樣型號的iPhone 理論上面來講 它們的元件 它們的零件是可以互相抽換的 對不對 它的螺絲孔 它的這些東西都是可以 因為螺絲跟螺絲孔之間的公差是可忍受的 所以你把一支iPhone 你把兩支iPhone的面板互換 理論上它們只要是可以繼續運作的 好 這就稱之為再線性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 你把100支iPhone當中 任抽出兩台的面板 互換插上去 理論上是做得到的 是可以繼續運作的 我們就成為再線性 所以基本上 尤其是現在是生意類別的這些專利 就會發生問題的時候 就是被人家質疑說 為什麼老是在你的實驗室做得到 別人做就做不到 那這樣子也會被質疑說 它這是不是沒有產業利用性 只有你一個人 你一台 它可能是偶然可以做得到 它不能夠被大量使用 因為大量使用的時候 每一台如果它的這個 公差差距的情況都很大 不能達到工業上大量生產 並且能夠互換零件的這種情形的 就會被質疑沒有產業利用性 剛剛講到這幾種情況 我們在講到產業利用性的時候 會再特別講到 我們現在是很提高特定式的 介紹這幾種情況 檢討的順序 好 那我們剛剛講吸引性 只講完全一樣 我們剛剛講說 還要再講有幾個 我們繼續講吸引性 專利法22條 意向後段 這個A紅色是表示前案 後面是表示這個本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前面跟本案完全相同 然後呢 直接無奇異推之 我知道你在講相同的東西 比如說前案寫一部腳踏車 後案寫一部自行車 其實結構完全一模一樣 術語上不同而已 然後呢 它是一個 如果說是 它其實是一種的 先前技術在下位 本案在上位 這有點法律的概念 比如說 先前技術 已經揭示了 這是銅 本案說是金屬 銅是不是就包含 就是可能是金屬 對不對 所以至少要講說 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 不包含銅 這案子可能才會過 在所謂的 上下位概念的時候 然後 我今天是提的提 差不多意思 我們有些觀念 因為大家比較陌生 有可能在耳後還會再遇到 所以這是吸引性 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是什麼 申請在前 然後公開在後 然後公開在後 這是一個公案 就是說這在同局的時候 在相同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有所謂申請在前面 但是呢 有一個相同的案子 申請在前面 你在中間 它還沒有公開的時候 進來申請 注意這是申請時間 也基本上一樣 要這三個要件 其中一個 還多它幾個 事實上是四個要件 完全相同 直接無其意推支 前案是本案的下位 本案是前前技術的上位 或者是 還有什麼 還有最後一個特別的 差異在於可以直接置換 現在是直接或等效置換 就是說它那個東西長得很像的概念 它差異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比如說 它可能是用螺絲或錨釘 類似非常小的東西在做 你是上司吸引性才有這個 才有這個 直接可以置換的 微小的可以直接置換 或等效置換的部分 然後再接下來講 先申請原則 所以注意 所以注意 我們在吸引性的時候 講的是說 前案是要先 就是它的公開日在你的 前案的公開日在本案的申請日之前 前案的公開日 你是上司吸引性的時候 前案在筆案 比本案先申請 然後在本案申請日後公開 那先申請原則就是 是什麼 那前案的時候是在本案的申請日之前或同日 同日叫擇一 就是去比較他的申請專利範圍 我們剛剛講申請專利範圍跟說明書 如果你不太知道什麼叫申請專利範圍 麻煩請翻到這一本的最後一頁 我們就講那個案子的申請專利範圍長什麼樣子 OK 還覺得聽不懂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是只是提罡計程介紹 我們等一下各講還會再仔細的講 進步性易於推置